MING PAO CANADA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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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雪敢言 你這樣洪逢 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DBC 直播室外 另一張大字報 登載了英國玄學派詩人 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主教 一個很有名詩人 約翰多恩的詩句 這兩個詩句這樣說 沒有人是一個孤島 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約翰多恩為香港 或者是華人基督徒所認識 應該是當年 蘇恩佩女士 即是突破機構創辦人 一本的仍然暢銷的作品 死亡別狂傲 當中正是引述了 約翰多恩的十四行詩 其中一句 死亡別狂傲 而多恩本身是一個多產的詩人 他所謂玄學派詩人 在當時來說是非常之受歡迎 他甚至覺得 有人說他的文學地位 可以足以和沙士比亞相提並論 而他同時當時 在十五六世紀期間 是英國最大的聖保羅大教堂的主教 可雖然知道在宗教地位 在文學地位 在社會地位 約翰多恩同樣是非常之卓越 非常之重要 但是不幸的是 他同時都染上了一個不治之症 當時是整個的英國陷入 一種瘟疫的情況下 而多恩也都不幸染上了 是不治的病症 所以 在一個不斷有人是死於非命 而他本身都慢慢是走向死亡邊緣 即是說 肉身將會日漸的敗壞衰微 而信仰就成為他最後的依憑 他內心湧出熱誠的祈禱 包括上述的詩句 其實是來自一篇相當重要的祈禱文 叫做 喪中為誰而命 其實 當中幾句這樣說 他說 沒有人是與世隔絕的孤島 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如果海流沖走一團泥土 大地就失去一塊 如同失去一個海作海峽 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園 任人的死都跟我是有關係 讓我受損 因為我和人類是息息相關 因此 你不可以打聽喪中為誰而命 他是為你而冥享 其實 若可人多恩寫這篇的討文的時候 當然感到自己生命是不斷的衰微 或者會步向死亡 但重要的是 他不僅是自我憐色 而想到當別人死亡的時候 我們會在哪裡呢 當別人是受呼仇 我們在哪裡 其實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深沉的信仰反省 因為我們基督教 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教義 以及基徒的整個生命的質素 我們並非單為自己而活 我們並非單是故自己 但是可惜 華人九的教導 是愈來愈將信仰是私有化 將信仰變成了 自我保護 自我求神保護 求神祝福 這些祝福年的宗教 實際上 標教本身 是一種不斷付出 願意受苦 既是背自己十字架 同樣背世界十字架 一種信仰的情懷 任何人失去家園 任何人面對死亡 任何人遭受痛苦 信仰都讓我們同一人在一起 實際上 當別人痛苦的時候 就是向我敲起了喪忠 我都會同樣受苦 所以 當別人受苦的時候 我們必須在一種休息與共 彼此分擔 彼此去支持的情況 但是 你沒發覺 我們的社會 跟我們教會一樣 是變成一場一場的消費的成現 我們多從利益的出發 講求本身的得失 消費者不講求大眾的公義 不講求大眾利益 只是顧自己 於是 每人都成立成為孤島 每人都是 其實 是跟別人 是並沒有關係 好似大家買張票 進去是一場的成現 就計較下 那些食物是否是能夠 是跟那個價錢成正比 抵不抵食 享受得好不好 我們回教會同樣的心態 信耶穌於我 有何利益 言之 基督上的十字架上的捨身流血 就為世人付上這個代價 當這個社會有太多人受苦 當社會有某些環節 遭受損害的時候 我們發覺 咦 跟我沒有關係 國民教育 我兒子大女大了 我都不會去讀書 於我有何關係呢 因為電台死亡 我都不聽心機的 於我有何關係呢 這就是一種孤島心態 當人逐漸將種的孤島心態 消費主義 不斷高舉 甚至靈教於我們的信仰情懷 這樣我們信仰於我 有何益呢 我們信仰與我們去求神拜佛 有何分別呢 所以從社上任何苦難的發生 我都聯想到基督十字架 在基督十字架的愛的感召底下 我想一下我有什麼可以為祂做呢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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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